欢迎来到我是个机会频道 很有幸因为有各位粉丝大大的支持 我拿到了P40 Pro 并把我的使用感受总结成了这个视频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用9个点来快速了解华为的P40 Pro 首先是外观设计 P40 Pro的外观相较前代有很大的变化 背部的相机模块依旧在左上角 但是相机模块却明显变大了许多 来卡镜头的标志也从下方移动到了镜头的中间 此次P40 Pro的配色在我看来也沉稳了许多 各个配色都比之前显得淡雅了不少 我手中的这台银色版本 在光线反射的情况下 还会折射出白色和灰色的光 背部使用的是磨砂材质 个人感觉非常的滑 但好处是这样的材质不易留下指纹 今天正面P40 Pro采用了打孔形式的双镜头模块 正面玻璃也朝四个方向弯曲 好微称奇为overflow display 使用上最大的感受就是 无论从上下左右哪个方向向屏幕的内部滑动 手感都比之前温润圆滑了许多 2.尺寸与重量 华为P40 Pro拥有6.58英寸的正面屏幕 重量比起前代也略有提升 达到了208克 如果你手上正好有其他的华为手机 让我说几个数字给您参考参考 华为P30 Pro是193克 华为Mate 30 Pro是198克 而华为P40 Pro则是208克 3.屏幕 去年的华为P30 Pro因为屏幕的素质被人嘲笑果立屏 而今年华为在手机屏幕方面也做了重大的升级 P40 Pro拥有6.58英寸的OLED屏幕 屏幕分辨率为2640x1200 屏幕长宽比是19.8比9 你现在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比例是18比9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华为手机 看我们气球频道的视频的话 是不会被正面屏幕开动所影响的 我个人更喜欢P30 Pro的水滴屏 但P30 Pro的挖孔屏 却可以带来更好的自拍成像 或许这个可以理解为有得必有失吧 跟很多其他厂商一样 华为今年也升级了手机的屏幕刷新率 屏幕刷新率从最高每秒60次升级到了每秒90次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玩动作类手游的朋友 那你将会感受到巨大的提升 比如说刺激战场和无尽对决 已经适配了90赫兹的屏幕刷新率 但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用户 想让手机有更长的续航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手动的将其切换回60赫兹的屏幕刷新率 相机 华为P系列的相机一直都是科技圈热烈讨论的话题 今年相机方面也迎来了重大的升级 P40 Pro的几枚镜头和前代的焦段一致 不过每个镜头都有或多或少的升级 5000万像素的主拍摄镜头采用了更大的RYYB传感器 前向结果相较于前代来说 拥有更高的动态范围 就夜间成像效果来看 主镜头照片反对的情况比起前代更加的明显 但因为我拿到的只是一部测试机 还不是最终发布的版本 希望华为可以在未来修正这样子的问题 长焦镜头如今也用上了RYYB的传感器 并增加了防抖的性能 从成像结果来看 确实比以前更稳了 超红角镜头跟之前相比 参数则没有太大的变化 自拍镜头方面除了一枚拍摄镜头外 P40 Pro还增加了一枚用来辅助自动对焦的镜头 也因此自拍成像如今可以达到更精准的镜神效果 观相机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会再单独的做一期视频 赶快关注我的频道 以确保视频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第一时间看到 解锁 P40 Pro支持屏下指纹解锁 屏下指纹解锁的使用感受 跟P30 Pro一样很快很可靠 屏下指纹传感器相较于前代面积增加了30% 不过使用时我并没有体会到太大的差别 可能是因为指纹解锁的图案大小并没有增加 因此没有给人带来解锁面积更大的感觉吧 我觉得这方面华为其实还可以再优化一下的 此外指纹解锁传感器也移到了更上面的位置 P40 Pro还支持基于图像层面的面部解锁 我体验下来它的解锁速度跟P30 Pro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过华为表示因为新增加的自动对焦传感器 手机在暗光下的解锁能力相较于前代有所增强 软件方面华为发布了自己的视频聊天平台 在MeTime和苹果的Facetime不同的地方在于 MeTime支持最高1080p的画质 支持屏幕共享 支持外接第三方的拍摄设备 此外华为还把自己的音乐以及视频流媒体服务带到了欧洲 P40 Pro的用户可以免费的体验三个月 P40 Pro依旧采用的是安卓操作系统 基于安卓10.1 但P40 Pro并不带谷歌网络服务 而是华为自己的华为网络服务 因为美国的精英 华为依旧无法和美方进行合作 但用户依旧可以通过华为商店中的一个第三方APP 叫做App Finder来下载安装 那些无法在华为市场中直接上架的APP 不过没有谷歌服务 也意味着华为P40 Pro无法直接使用谷歌加的APP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谷歌加的服务就完全不能使用 比方说如果你要使用YouTube的话 你只能使用YouTube的网页版本 电池 P40 Pro拥有4200毫升的电池 支持40W的SuperCharge和27W的无线充电 需要方面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测试 拿它玩了一个小时的游戏 电量掉了15% 芯片 华为给P40 Pro配上了最新的70990芯片 作为一枚7nm的芯片 它还内置了5G的功能 防水 P40 Pro拥有IP68的防水等级 几乎可以理解成不用担心手机会进水 以上就是我总结出来的 关于华为P40 Pro 你必须知道的9件事情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转发和关注我 是个气球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